這10倍附身的莫莉爾啊 還將頭360度旋轉 頭還掉到了地上 這真的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卡通嗎 超恐怖的 真的能摸喔 超扯的耶 Breader開始拿著電動踢到 瘋狂的對著的英雄T毛 這一集它其實有點像是 虐狗的行為對不對 這一集呢 大家千萬不要去模仿 如果你是家長的話 不要讓你小朋友去模仿 啊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話 就更不要去學這樣 沒錯我們終於要辦見面會了 YA YA 接著的話會是在5月23號的下午喔 今天我們和秀弟都會一起出現 出現喔 而且呢我們會準備抽獎環節喔 像是我們會抽出這個 大家要送給大家 YA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參加喔 那詳細資訊呢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IG跟FB粉絲團 所以大家記得要對我們的FB跟IG喔 那我們就5月23號見囉 好 掰掰 上天見 拜拜 YA 大家好 歡迎回到 芯樂弟弟哥記得要我雞腿 雞腿 雞腿雞鞘 謝謝你們 Germen 對 對他們今天要休假了 YA 沒錯我切弟弟 下集結出現囉 那開場呢 你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很半一半 你沒看過啊 不是我看到一半一半而已 裡面有時候真的很Follow 它是我大概小學以前的卡通 膽小狗英雄是我 小時候每天要守在電視上看的 守在電視上 守在電視前要看的卡通 然後呢其實膽小狗英雄 真的是一個比較恐怖詭異的卡通 而且它我覺得有點不太適合小朋友看 它會有時候會嚇人啦 有時候會有可怕的音樂 膽小狗英雄是一齣美國電視動畫 它創因為它的尼爾沃斯在喵喵卡通秀內 因創作膽小狗大戰外星機 於1996年播出 並入圍隔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 而一舉成名 因此奠定這部作品的地位 膽小狗英雄的故事背景 主要是滑倒在一個偏僻的無名小鎮 膽小狗英雄的三個重要角色 第一個是莫莉兒貝格 第二個是奧提斯貝格 然後他們是一對夫婦 然後他們是居住在 潘薩斯州的一個相當偏僻的無名小鎮 而年輕時的莫莉兒在某日在路邊 看到一隻流浪的粉紅色小狗 於是撿回家撫養 並取名叫英雄 為了報答莫莉兒 英雄除了要忍受奧提斯的漫媽媽 還要幫助化解危機 拯救莫莉兒與奧提斯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膽小狗的都市傳說 現在我們在講就是 四個膽小狗的英雄 真實的恐怖靈異傳說 然後我覺得今天這四個都很可怕 而且這四個呢 我都小時候看過 我覺得有幾集根本不是小朋友可以看的 看了可能真的會有陰影 好 看說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追蹤 好 那我們剩下第一個 膽小狗的都傳說什麼吧 好 Let's go Go 第一個這一集叫做 床墊惡魔 這集我超有印象 我小偷真的看過 看了真的有做惡魔 然後這集一開始 莫莉兒打電話訂購床墊 然後對方講話的口氣和內容 就非常的詭異 後來訂購的新的床墊 竟然是由兩隻詭異的老鼠騎著怪異馬車送來 一進來就馬上嚇唬英雄 儘管有了這些明顯的警告信號 莫莉兒還是睡在了床墊上 並且很快就被附身 這集重點就是 莫莉兒被一個男鬼魂附身 超可怕的 英雄看他後馬上當然嚇壞 這集呢 其實巧妙的模仿經典鬼片驅魔人 還有1973年的大法師 有人被附身 有法師叫驅魔 然後把他從這裡取出來 應該看過了 這10倍附身的莫莉兒 還將頭360度旋轉 頭還掉到了地上 這真的是小看可以看的卡通 超恐怖的 頭轉一圈這樣 啪啪然後跳起來 咚咚咚咚 真的不 超扯的耶 雖然沒有噴血 但實在是很可怕 然後呢 這時候就是莫莉兒的皮膚變綠 頭髮變紅 聲音低沉 後來奧提斯和英雄不斷嘗試要驅魔莫莉兒 一直嘗試嘛 還是一直不斷失敗 故事最後呢 奧提斯被惡魔附身 英雄呢 把他包在床墊裡 然後把貨給推回去 這集就要結束了 我覺得是我 看下狗英雄目前 最有童年影的一集 裡面的動畫 感覺很像不是卡通耶 頭360度旋轉掉下來 我覺得這個 超可怕 這小朋友看到會嚇 卡通不會出現這些東西啊 太扯了 大家先去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可怕 而且被鬼附身這個題材 現在不是很多電影都在拍 所以他們其實也算是先驅耶 好 那個驚訝指數應該多少這一集 我先問一下滿分多少 10分 那我給他 20分 靠野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不是應該 在卡通裡面出現的東西 我給他9.8顆星 因為很可怕 好 那大家覺得這集如何 大家覺得可怕嗎 小朋友留言 等一下 閉嘴 好 下一個 單下狗英雄呢 多數傳出來自己叫做 這一集呢 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他有個經典台詞叫做 把石板還來 哇 這一集呢 大家一定超有印象的 這集很可怕 這個就是 所謂的好像就是什麼 CGI動畫 就是 跟原本的畫風不一樣 看起來更詭異 好 這一集一開始呢 英雄找到一對 強盜藏起來的勝利品 並擁有了法老王一塊 受詛咒的埃及石板 剛好呢 電視正播著 今天的重大新聞是 百萬美元的石板 在法老王的領域被偷了 就大家一旦發現他的價值之後啊 石板很快就被奧提斯給搶走 但很快的 法老王便前來討回石板 然後呢 那法老王就出現在那個 他們家門前 然後說 把石板還回來 把石板還回來 不然就遭受我的詛咒 然後呢 那個法老王的CGI動畫 與節目其他挑戰人的行程 鮮明對 法老王令人恐懼的朗誦聲 和怪異的動畫 仍然是此節目最恐怖的一集 把石板還來 這一集呢 我覺得他可怕的地方就是 那個法老王 他過來 然後要來搶回他的 百萬美元的石板 他有配上那個 很恐怖的音樂 就很可怕 驚嚇指數你給多少 可能因為剛剛那個比較恐怖 所以這個我給他 8顆星 我給他8.8顆星 單小狂獻球我應該 從第一集到最後一集就很過 我也是忠實粉絲耶 忠實粉絲 好那大家覺得這個如何呢 下方留言 好下一個呢 是我覺得 我目前看過單小狂獻球裡面 最毛骨悚然的一集 我覺得這集很怕 有的人會模仿 對就是我怕小朋友看人會模仿 好這集呢叫做 他超可怕的 他是單小狂獻球裡面最可怕的一個人 就是有點神經病的感覺 這集一開始呢 莫利爾的侄子 弗瑞德 不知從哪兒冒出來 我們不是很確定他到底要幹嘛 這時弗瑞德開始 奇怪地講著 英雄的拼血是 D.O.G 可是對我來說 那是 顽皮的拼血 然後這時呢 英雄當下 非常的害怕 當奧提斯將英雄 和弗瑞德所在浴室裡 我們發現了 弗瑞德到底是幹嘛 他是一個奇怪的理髮師 這聽起來其實沒有很可怕 但是當神經弗瑞德開始朗誦他的詩歌 並詳細闡述了他對剪髮的痴迷 事情就開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弗瑞德開始拿著電動剃到 瘋狂的對著英雄剃 變詭異的自言之語說到 那麼毛茸茸 的確需要我的調皮 然後呢 同時還提到他是如何 為他的寵物倉鼠和前女友剃光頭 搭配著詭異的音樂 再次變剃 變說到 我年輕愛上臉上的表情 像花邊一樣甜美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意識到他需要空間 然後最後呢 他把英雄的毛給剃光了 剩下他的尾巴 如果剃完的話 其實對他來說也太奇怪了 好 就是那個神經的理髮師 然後最後他把單小狗英雄剃光了 我很怕這個有小朋友會模仿 喔 就亂剃啊 對 他覺得可能這樣很好玩 就拿剃刀去亂剃自己的狗 這一期他其實有點像是虐狗的行為對不對 那這一期呢 大家千萬不要去模仿 如果你是家長的話 不要讓你小朋友去模仿 那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話 就更不要去學的 這集我其實 從小到大非常的有影響 我看到這個臉 我就會有點貓不崇 因為他就是一個神經病 還做一些虐狗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這集也蠻可怕的 個人驚訝指數給他13.8顆星 我給他9顆星 他最經典的一句 他頭頭彈就說 我好想發神經 超可怕耶 他然後會露出可怕鬼的笑 那這集大家覺得如何 下方留言 我覺得這集超可怕 蠻驚悚的耶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最可怕的一集 Let's go Go 好 最後一集呢 叫做 偉大的胡錫妮 好 那這個呢 也算是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標題是寫 莫利爾和奧提斯 早在第一季就死了 什麼 他們早就死了嗎 該不會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幻想嘛 好 第一季最後一集 偉大的胡錫妮 某天一名叫做 胡錫妮的短吻二 開著馬戲團表演 才來到他們的小鎮 胡錫妮告訴他們一家人 只要表演就可以賺錢哦 單純的英雄一家人就開始了表演 某是英雄意外走進一間 放滿胡錫妮收集的木偶 而英雄卻看到空架子上 居然擺著自己與家人的名字 那上面就是寫著那個 莫利爾、奧提斯還有英雄的名字 但等到他發現已經來不及 莫利爾與奧提斯已經被胡錫妮變成了木偶 憤怒的英雄把胡錫妮趕走後 卻沒辦法把家人變回原養 所以呢 只好操控著莫利爾與奧提斯 假裝他們還是活著 或者一般的日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邊看到 在第一季第一集以後的 莫利爾和奧提斯 可能都是因為 英雄不想面對家人 已經不在的事實 第一季之後的故事 都是 大家管英雄在操縱 就拉那個繩子這樣 對 他可能是在操控莫利爾跟奧提斯 就是可能第二季之後 所以第一季他們其實早就死了耶 他們變成木偶 好可怕 會不會是那個狗狗就是 想念他的主人這樣 大家好像滿感動的耶 其實他們其實已經掛 但是他還是一直操控著他們 讓他們好像活著一樣 對 就是那個狗狗還是很想念他的主人 想要跟以前的生活一樣這樣 對 但是 其實蛋撒狗 你講他其實 每一集都比較沒什麼相關 就是 他可能自己演那個 下一集就完全沒相關 可能上一集奧提斯掛了 下一集奧提斯又復活 所以其實好像沒什麼關係 驚嚇指數你給多少 那我就是我想要給他感動指數 驚嚇指數的話 給他8顆星 感動指數的話 我給他20顆星 如果說以驚悚來講的話 等於是他操縱屍體 那以感動來講的話 就覺得說是狗狗就是 還很想念主人 想要恢復到以前的生活 給他11.8顆星 我覺得這集也很可怕 而且重點就是 最後一集他們是真的 就是變成木偶 而且 男小狗英雄真的是 很有義氣 他覺得這個 這集如何呢 這個 巡大的 虎欣妮這集 他覺得如何 笑容了眼 覺得可怕嗎 笑容了眼 哈囉 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 四個男小狗英雄的 恐怖都市傳說了 那你覺得 今天這四個哪一個最可怕 哪一個最有印象 最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的話 如果說覺得最恐怖的話 我就是第一個 因為那個頭掉下來啊 就是根本是鬼片 有點像驅魔人跟大法師的卡通版本 對 就是完全不應該出現在卡通裡面的情節 他完全都出現 我覺得那集應該要用個什麼 十五金或十八金 對 就是可能 十八歲以下不能看 不然會有一些陰影啊 或者一些負面的情緒 十五金我記得是 成人陪同的話就可以看 十八金是 就是要十八歲才可以看 那我最印象深刻 應該是那個 神經福瑞的 我覺得他很可怕 我看到他笑 然後他這樣 我好想發神經 感覺就很怕有人會模仿 就是會不會有人看這個 也想學他一起發神經 然後在路上說 我想發神經 然後開始這邊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 害怕會有那個 模仿的事情發生 他後面有那個虐狗的行為 我覺得超不OK的 虐狗真的是 心智不成熟的人 對 心智不成熟 模仿他虐狗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 大家覺得哪一個最可怕的 可以想要人告訴我們 的人覺得 床墊惡魔 法老王 神經福瑞瑞德 大家在胡錫裡 哪一個最可怕的小方留言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 卡通的都市傳說呢 可以的人告訴我們 還可以拍像什麼 烏龍派出所 德克斯特 飛天小女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訂閱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最後一集喔 小鈴鐺 好 那小鈴鐺呢 下支影片就會出現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你剛剛電影嚇死我了 按讚 啟稿 按讚 嗟 按讚 並且是 點讚 按讚 呼籃 唐 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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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